文貴蘆文貴 詞楊文貴 今天 針對藏族的年輕人 傳授佛法 這是第二天 传说的讲仪式 正道歌 剩余的部分 要为你们传授 然后之后 想为你们传授 发心仪轨 所以我这一个想法 我平常说的呢 就是菩提心和空振剑 这两者 虽然 并没有搭配着 谈成密宗金刚称 来去传授发心仪轨 但是我觉得可以搭配着一切与一切之发心 来为你们传授发心仪轨的话 说不定也不错 后来我刚刚不挂了 挂象还不错 所以我会这么观修 一切与一切之发心 也希望你们观想一切与一切之发心之后 再来接受发心仪轨 你们可能也听过这句话 又就是 俱舍论 也没有说到 佛法的教义呢 只有分教证法和正证法两者 所以持教的唯一方式呢 就是透过 讲解和听闻的方式 而来去持教的 所以 据神轨说 佛正法有二 为 为 教证为体 有词 说行者 此便住世间 所以 佛的正法 有两种 一个为教证法 一个为正证法 教证法是透过 讲授和学习听闻 而去持教的 正证法是透过自己的实践 修行 而来去持教的 就这两者而已 那 我们藏传佛教 在过去的上千年间 透过辩论的方式 来去学习教证法 这个就是 吉乎论师对我们所引导的 所以我们 如是的遵守 吉乎论师对我们的教诫 这些 到目前为止 产生了 不可计数的大成就者 还有学者 这些的学者们通常 这些的学者们 都是一开始广大的学习教典 之后独实的去修持 而获得谷味的 那根据藏义的 佛正法有二 为教证为体 得这个为字呢 根据藏义 的具实论是为字 也就是只有 教法和正法这两者 教证法和正正法这两者 除此以外 没有其他的选择 因此 藏传佛教的一个体系里面 一直跟我们强调 学习和实践这两者 要互相搭配的结合修行 才会获得最大的利益 卢氏若晨教授之库葬 当于二大称之共通道 以及不共道之二次第 按其涉及要绝圆满道 总统话道是说 二大称之共通道 指的二大称是 显教般若称和密教密咒正刚称 持共通道 它的共通道有三者 就是我们所谓的三主要道 出离心 菩提心 共振 空振剑 以及不共道之二次第 像是以密集金刚为首的 续部的 这个 修持 就属于不共道 密宙金刚称的 有分四部 形部 语切部 无上语切部 然后这一个四部的区别和差异 在密装道次第广论里面 做了很简略的一个完善的介绍 无上密呢 尤其是密集金刚的部分呢 应该去看 建立论 以及如果要学习冤满次第的话 那就要去阅读 明具论 明具论 明具论的诠释 写得非常好 就是中大师 针对密集金刚的圆满次第 写下了 就是在一座殿 圆满五次第的这一个论注 在这个 的这一本论注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中大师 是如何修持 圆满次第的 在明具论里面 中大师针对 二地无二 尤其是双云的这一块的诠释呢 是很与众不同的 那幻生 还有光明 以及幻生是从体内幻起 幻起幻生的呢 还是在体外幻起 这个幻生的呢 做了这方面的一个说明 在我去野霸的这个地方的时候 刚好密院的这些僧人也到那里 那于是我们就在那里进行讨论 那时候的密院的院长是明亚赛天 他是住持 那于是针对这个从内唤醒 还是从外唤醒 化身的部分 进行辩论 因为在此有不同的学者 不同的说法 不同的立场 后来 这一个方丈就说 将来 我 献起这个 化身的时候 我就会很明确的跟你们说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视线给你们看 像这类的一个 内容呢 就是非常重要 也就是见真得 停止之后 由光明的做其气 而去唤起 献起 这个换身 所以由前三空 结束之后 献起一切空 那由光明的做其气 作为巨生源 由这个光明星 作为进取音 这时候 如果 烦恼障还没有断除的话 所献起的换身 叫做 未清净的换身 如果这时候的 换身 是 净除了烦恼障的话 叫做 清净换身 那这时候 那这时候 再由换身 进入到 这个光明的时候 就会获得 勇学双运 针对这个的 内容 中和大师 对此 做了非常 仔细的研究 研究 和分析 中和大师 在快原集的时候 已经将 他的光明 转为了 法身 所以在 中和大师 原集之后 进入中阴道的同时 做到了 中有 换身 换身 换起了 换身 也就是 平常人 会进入到 中阴身的阶段的时候 中大师在 这个阶段 承办了 换身 也就是 最殊胜的 西地 中大师 针对 身体次第 和圆满次第 的这个 要诀 一开始 先透过自己 努力的广大听闻 那之后 运用在 实践的一个生活当中 让自己 以自己的经验 来去印证 教典 教典所说的内容 如是 若成 教授之库葬 当于 二大称之 共通道 以及 不共道之 二次地 按锡 涉及 要诀 圆满道 四次道理 并谋三级策 大恨者 自尊 指挥葬 中大师的 五次地 道具论 是非常重要的一部论著 如果有空的话 应该要去阅读 因为这本论著 非常的重要 有空去阅读 是很重要的一点 诸佛 佛子 发愿 恒河流 会与秉持 正法愿望中 言故 信诸 所及 众三根 为弘佛教一切 结底下 四次道理 并谋三级策 大恨者 至尊 智慧章 那 这以上 就说到了第三者 所谓的第三者是 最初寻求广大 多听闻 中间 论理 接线为教授 最后一切昼夜 时休息 的这个部分 最后一切日夜 时休息 的第三章 这一切 就说到 这一切 这一切 就说到 这一切 这一切 我想要跟你们 开玩笑的说 中大师的 身 与 义的殊胜功德 如同上述 跟你们讲解了 所以我想要跟你们 讲的是 中大师 跟我是同乡 所以我 一直都觉得 中大师 我们两个是同乡的 为使自己 上根 广增长 并于众多聚会 有缘者 如理开始 侮辱屈辱门 赚此自己 知此正道歌 唯一 中大师 中大师是如何行此 一开始是这么广大的 求闻 之后 如何将此 现为自己 羞耻的实践 对于自己实践上的一个教授 以及之后如何日夜 请修池的内容 祈愿有彼所得众善聚 以此次第众生皆无疑 受使人人无上尽心意 进入圣者所喜之道中 略收自己之正道者 此乃多文比丘 东宗格巴 善会名称吉祥贤 于大荒商 大荒三 嘎登 尊圣者 周赚著 赞写者 四难论师 人千贤 以导师师尊而言 为弟子 传授三川法轮 那之后实现涅槃 那为 和弟子们 要做了完整的讲解 那之后 印度的大成就者 也是大学者 也就是我平常说的 四七班智达 虽然他们 也会视线神通 这是有可能发生的 可是 导师 试现了涅槃之后 那 他们 对教法最大的著作呢 就是透过他们的赚著 那他们同样的 也试现涅槃 那中大师 来到这世间 对我们众生 所留下来的 就是他的著作 这十八部浩漢的剧作 那这个是中大师 留给我们最好的遗产 所以作为中大师的弟子 我们要好好的珍惜 中大师的著作 那在中大师的著作里面 重点的著作 像是广论 略论 了一不了一善说 葬 葬论 还有 五次第明句论 那中大师在 缘解战里面 说到 他是以龙树的著作 作为主要的依据 所以中大师的弟子们 务必要平日学习 龙树不招的 中文理句六论 而且在 原解战里面 又有 理战 月称论师 所以说 吉祥月善说 白光慢照弦 所以 月称论师的著作 也是我们要去参考的文献 陆宗论 还有险居论 这两者是要 反复的去阅读的 像我个人而言 我 平日就有在阅读 陆宗论自识 我会把陆宗论自识 摆在我的桌上 有空我就会阅读 真的很重要 陆宗论 前说 生可不 多闻 亦然结 又说多 如是会光 放光明 便达善有 本无声 如观掌中 按摩了 由名言定 由名言地 入灭定 所以 这是我 平日所期望的 即便是 入灭定 但是 虽畅俱足 灭定心 然和悲念苦众生 此上 后能也会立 胜过身闻 基督诀 世俗真实 广白意 尔王引导众生 和赴城 善利 风云寺 飞渡诸佛 德海岸 这是我所 期望的 也就是自己 因为在某种程度上 获得了 正量 所以慢慢的让自己长出 而王的 双翼 这个双翼 长出来之后 要做的 就是利益众生 就像 陆行论所说的 乃至有虚空 以及众生主 愿无助世间 进出众生苦 之所以要圆满自立的 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 完全为了他人 帮助他人 所以 诸佛菩萨 为什么要承办三生 最终的目的 就是为了利益众生 乃至有虚空 以及众生主 愿无助世间 进出众生苦 就是我每日祈愿的内容 而且我又在祈愿 愿教法能够遍布 十方 让 衰退 教法的地方 能够再次的兴盛 以兴盛教法的地方 能够增上 所以跟 壮大师同乡的这一个人 并没有丢脸 这一上结束了正道歌 我们一切众生 都是想要利固得乐的 这一点是不需要利用 这是自然而然的想法 我们都有苦乐的感受 我们有苦乐的感受 所以连昆虫等一切众生 都会想要利固得乐 人类跟其他众生不同的地方 就是因为人类有颗睿智的人脑 我们有这样一个工具 去分析真相 我们可以去分析苦乐来自于 什么样的因缘 所以乐音唯一 为何苦因为何 这是我们能够以人脑 来去分析和判断的 其他的众生虽然会想要利苦得乐 而且这种想法是自然会产生 可是他们却不知道苦因为何 乐因为何 更不用说他们能够提升乐因 去除苦因 那这世界的主流宗教 都一致共同说到了慈爱的价值 像主张有造物主的这一派的主流宗教 以印度来讲的话 也说到了阿欣萨非暴力和 阿欣萨非暴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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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为什么要创造世界呢 研究他 为了让 他创造的人类 能够修炼慈爱 自我提升而创造人类的 所以这世界上的主流宗教 都一致说到了慈爱的价值 那主张赵物主的这一派 最主要是针对 赵物主的一个祈祷祷告 而来提升内在的慈爱的价值 那印度的纳兰陀 佛教大学的一个体系中跟我们说 即便是佛世尊亲自所说的教言 也不应该无条件的接受 如同佛自己授权给佛弟子般 彼求与智者当善观物语 如炼结魔经 心受肺为尽 而且佛世尊又对佛弟子说 我为你讲解解脱之道 可是要不要走上解脱之道 这取决于你自己 所以在佛教的传承里面 有非常广大的教授 教证法 那佛涅槃之后 上次龙树父子等的这些大师们 他们针对佛所说的这个博大精神的教授 而去做了分析和观察 而且是以逻辑的方式去做分析 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可以看到藏义的丹诸尔 两百多部浩瀚的剧作 就是因为这些大师针对佛经做了解释 而且我们藏人去学习这些珍贵的典籍的时候 我们不需要依靠其他语言的工具 所以完完全全可以用自己的语言的工具去学习 其实我们是很有福报的 所以借此感恩过去的这些大医师 还有协助大医师翻译的这些半字党 就能够对他们的恩责产生感恩的意念 快乐要如何承办 承办的时候的障碍是什么 这些的障碍要如何去除 在佛教的典籍里面说了非常详细的内容 这说的非常的完整和详细 虽然其他的主流宗教有受到慈爱的价值 可是搭配着心理学的内容 也就是干扰内心平静的因素是什么 这种细节的一个内容 那以及这些干扰的因缘如何去除 确实佛教的典籍 还有十七般自达的这些著作 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非常详细的解释 而且之后的西藏的先前大师们 他们又针对印度的大师的著作 再去多做补充和注释 而且西藏大师们的著作 大概有一万多部浩瀚的剧作 虽然有时候这些西藏大师们 他们会根据本尊的一个修持不同 还有一个派别的不同 也就是说我是年马派 我是高居派 像高居派里面说 我是主宝教居 我是吉宫教居 我是道笼教居 所以在本尊与其的修法上面 会有一点修持上的不同 一由派系的不同 而产生了分别心 这也是会有的 在密宙金刚乘的典籍里面 有说 对教法产生称慧心 对众生产生伤害 加害之心 这个会去障碍菩提心公正见的修持 但是 我们 在过去的西藏历史上面 有可以看到 因为不同派别的缘故 不同派系的缘故 相互诅咒的这种现象 所以这个跟今天所说的是 是背道而驰的 经于护主前 严重为上宾 享宴全佛乐 普愿皆欢喜 所以哪有什么要去排斥 要去称恨的对象 只要是众生 都是我要去爱惜 珍惜的对象 有时候我会这么想 我虽然有一阵子 禁止兄天的一个修法 对我的弟子们 有禁止过 但是 以大悲心的角度去想的时候 不需要为了这些小小的因缘 而去打从内心里面就去排斥它 这种的做法是错误的 所以 对陆菩萨行论所说的这些内容 要反复的去思维 要不分众生的 对一切的生命 一切的友情 都要保持这一颗珍贵的爱心 乃至成就无上菩提之前 永远不要放弃菩提心的修炼 所以我想再次的呼吁 请你们多看陆菩萨行论 这个真的很重要 还有陆中论 的学习非常重要 而且我在此说的对象 不是针对僧人 是对所有的 出家和在家的所有男女众 当然穿袈裟是生人的事情 穿了袈裟之后 把法衣细在腰上 进行辩论是生人的事情 但是辩论本身 并不是生人的事情 是不分在家或出家 不分男女都应该去学习的 还有心理学量学的内容 同样的 也是不分在家和出家 男女众都应该去学习的内容 那佛法的教义本身 也是应该我们要去学习的内容 那如果你的信仰 不是佛教信仰的话 至少佛教典籍里面 所说的心理学的内容 可以帮助你建立内心的平静 这个是值得我们去交流 讨论学习的 那为此 你们应该去参考 陆菩萨行论的第六品和第八品 所以即便你没有佛教的信仰 可是佛教典籍里面 所说的这些心理学的内容 是值得你们去学习的 所以即便你主张有造物主 但是你应该知道 为了建立内心的平静 不应该只是 由祈祷造物主而感到满足 如果这时候 你能够参考 佛教典籍里面 所说的这些内容的话 我相信对你建立内心的平静 会有帮助 在印度里面 有世界主流的宗教 那在拉达克 我遇到许多回教徒的朋友 有一些回教的朋友们 他们会去学习佛教典籍所说的内容 这种的作为非常好 皈依的对象就是阿拉 可在这个同时 又会去参考佛教典籍所说的慈爱的修炼 所以如果你们可以这么做的话 对你们会有帮助 假设阿拉是在这个世间 对阿拉最好的礼物 就是他的儿女们努力的去修炼慈爱 提升自信的慈爱 不是吗 这以上已经圆满结束正道歌 那现在要为你们传授发心仪轨 那刚刚我透过普卦的方式 卦相说 如果以一却于却之发心 为你们传授发心仪轨的话 会很殊胜 那一却于却之发心 也不一定需要透过密宗金刚称的仪轨 来去建立 那我个人的修持 主要的修持 就是菩提心和空振剑 这是我修行的重重之重 那我的法友 道友们 希望你们 要好好地坚持 菩提心和空振剑的修炼 这点很重要 那今天在此要为你们传授 发心仪轨 那这个发心仪轨的基础是建立在 一却于协制发心 一却于协制发心的这一个过程 是出现在密宗金刚症的一卫纹里面 即便是如此 但是对一般修炼菩提心空振剑的人 做一切与其次发心的观修的话 其实并不矛盾 观想 是属菩提心 陆中论在一开始的时候也说 悲信与佛 广大果 出油种子长如水 常是受勇落成熟 故我先赞大悲心 悲信论师 并没有理赞其他的佛菩萨 却理赞大悲心 因为 悲信论师认为 大悲心是最主要的因素 虽然我们有如此 博大今生的一个教义 可是 在实践的法门当中 如果是以大悲心为主的话 一切的功德将会由此而存办 即便你有再多的 再强大的神通 最终都不会获得成就 所以我们首先 先思维大悲心 如同陆行论说 若不以自乐 真实患他苦 非请不称佛 生死亦无乐 的确是如此 所有世间乐 西从利他生 一切世间苦先由自立成 何须更凡须 凡于求自立 摩尼 为力他 且观此二别 导师师尊说 导师师尊是 我们佛弟子的一个究竟的皈依处 那导师师尊摩尼佛 值得我们佛教徒去皈依的主要的理由 就是因为他生起了大悲心 这也是为什么 约成论师在一开始的时候 理赞大悲心的殊胜 大悲心的利益 也就是我平常所说的 这世界上 所有的众生 包括昆虫 都想离苦得乐 可是却不知道苦应为何 乐应为何 唯一有可能会知道的 只有人类而已 可是人类里面 我们有七十亿人 有七十亿人 七十亿人都同样的想要离苦得乐 让我们人类能够思维 好不容易有了这一个睿智的人脑 可是却随着内心的贪嗔 将我们这一颗睿智的人脑转为 伤害的工具实在太可惜了 如果我们能够将这一颗睿智的工具 转为建立安详 和平社会的话 那有了这一个工具 才算值得 才能够呈现出它的价值 所以我们要好好的运用这一颗 睿智的人脑的工具 建立安详的社会 我们不需要去讲前世后世 我们也不需要去讲轮回和解脱 单纯的 就是为了能够相互扶持 建立和祥和的社会 和平的世界 好好的去用这个工具 那因此我们需要足够的心理学的资讯 我们要去跟更多的人去讲解心理学的一个内容 而且跟科学家交流的时候 我们也发现科学家们 我们交流对象的这些科学家们 他们也非常的关注心理学 过去的科学界里面最终是针对物理的现象去做研究 但是现在慢慢的 科学家们会往内在的心理和精神层面去做研究 所以搭配着心理学所提供的资讯 在心理学的基础之上 让更多的家庭 更多的社会 社区都能够获得安详 和和平的成果 这是我们要去期望 要去努力的对象 努力的方向 我有些认识的朋友 他们说 全球暖化的问题越来越严峻 所以这个世间 而这个世界的寿命 其实没有很久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像我们只剩几年可以活了 如果我们只剩几年可以活的时候 就不要再相互的伤害了 应该把周遭的人 视为我们的亲友 相互扶持 来去建立一个和平的社会 和平的世界 这才是我们要去努力的 剩下几年 应该要去做的责任 自己好好的去 珍惜他人 提升对他人的爱心 同样的以自己的 觉受和经验 再为他人分享爱心的价值 我们应该把爱心的价值 视为是教育的元素 让接受教育的人 都能够知道慈爱的价值 这是我们要去努力的方向 不是叫所有的人都要有信仰 更不用说 叫所有的人要有佛教的信仰 即便你没有宗教的信仰 也无所谓 可是透过教育 让所有的人都可以知道 要成为一个善良的人 因为只有成为一个善良的人 我们才能够幸福 不只我们幸福 我们周遭的环境 才能够随之幸福 我们才能够建立一个幸福 和平安详的社会 好世界 所以我再次想要呼吁你们 要去学习阅读入行论 以人类为首的 世界上的所有的众生 都是想要利苦得乐的 为了他们 我打从信里面的 祈求他们 利苦即苦因 俱乐即乐因 所以先观想 爱惜一切众生的这个词 词心 那前几天我们也说了 菩提心的内容 我们 会一直回向 愿如母一切有情众生 离苦即苦因 俱乐即乐因 我去修学四无量心 所以在此 我们花 几分钟的时间 观想 这世上的一切有情众生 以及 三见大见世界的 所有的一切众生 在我们的周边 愿他们能 离苦即苦因 俱乐即乐因 提起如此的心力 生起菩提心 那 要让他们 离苦即苦因的时候 首先要知道 苦因为何 那这个苦因 唯有透过 真相的人识 才能够断除 虽然所有的宗教的导师 都有说到 什么是取 什么是舍 取舍之处为何 可是 佛世尊 我们的导师 对我们说 要取的是真相 要舍的是 错觉 非礼作义 和无名 所以我要 如实地 透过真相的通达 来去立一切有情众生 为了能够 真正地做到 一切众生 离苦即苦因 俱乐即乐因 首先 我要自己 如实地了解 取舍之处为何 我要建立这方面的经验 和觉受 为了你们 一切众生 我要成佛 这个就是菩提心 所以我们 为了能够帮助 利益 一切有情众生 我必须要成就 断一切过失 正一切功德的 正觉骨位 为了你们 一切众生 我必须要称佛 请做如此的观想 在场的你们 应该都已经获得了 灌顶了 如果你们获得灌顶的话 你们就可以观想 自己的空真剑转为观世音 在自胜为观世音的心间 原本正在思维 未立众生 我要成佛的这颗菩提心 转为了 洁白的月轮 安置在我们的心间 请做如此的观想 那接下来是 圣意 菩提心 也就是空正剑 好的 对 这些重 他 刚才 你 路主 路主 做了这些 他刚才 龙树菩萨的 庄观理居六论 里面 庄观根本会论 的注释 也就是路中论 有说到 若为自相 一元胜 棒笔截坏诸法固 空心因是坏法印 然此非礼 故无形 色隆观察此处法 离真实习无可得事故不应望观察世间所有名言地 于真实习以和理观至他生皆非理 彼观名言亦非理 入无所寄生 由何成 再次说 一切的属性还有作用 都是在 通俗的一个说法 通俗的一个认定当中而成立的 所以在明示 施设施语设定 有些认定当中而成立的 除此以外并没有 具体客观的一个属性和作用 从尽上是没办法以自力形成自己的 即便事物并非是以自力形成自己 但是不代表这个事物是不存在的 或者是要否定这个事物不是这一回事 只是我们看任何事物的时候 都会觉得事物是以自己的力量形成自身 自己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要去寻找 以七项或五项 去寻找之后应该找到才对 可是找不到 这也是为什么 会有所谓的四阴沉的一个过患 如果是有自信 也就是自己的力量形成自己的作用 和属性的话将会有 阴沉圣者地面事物之过患 和阴沉事物 事处地为理智所堪能之过患的 四种的阴沉过失 所以在此中论有说 非阴不离阴 私笔不向在 如来不有阴 何处有如来 我将此 寄送文 做些改变 搭配着自身 来去做观修 非阴不离阴 此笔不向在 自我不有阴 何处有自我 我的身体不是我 我的思想也不是我 那我并非是以自己的力量 而去具有我的身的 所以我与身体的一个相互依赖的关系 并非是以事物自己的力量 而去相互依赖的 所以此笔不向在 如来不有阴 何处有如来 所以身心不被我所具有 我也不具有身心 我所谓的不具有 是指 不是以自己的力量 去具有身心 身心也不是以自己的力量 去具有我 只要去寻找 寻找观察之后 会觉得 我的确是不存在的 非阴不离阴 此笔不向在 如来不有阴 何处有自我 自我不有阴 何处有自我 去寻找自我的时候 是找不到的 只有在 无寻无找 不去特意观察 自信当中 随着世间通俗的说法 明言的说法 而去认定自我 仅此而已 就像刚刚陆中论所说的 虽以七项推丘比 真实事件皆非有 所以我们会觉得 我仿佛是一个具体 客观的一个存在物 内容物 但实际上并非是如此 因为如果是如此的话 去寻找之后 应该找到才对 可是找不到 但是也不能因为找不到 而去否定 它还是存在的 可是它都存在的 在剩余的属性和作用 只在世间通俗的 一个说法当中成立 也就是明示施舍 而有仅此而已 所以当你这么去思维 我无自信的时候 会觉得我是不存在的 其实为什么会 产生这种 我不存在的原因 是因为 当你否定了 我的具体客观的一个真相 我的具体客观的一个 存在性的时候 你会自然的 去否定我 因为我们太习惯了 把我的存在 跟我的具体客观的存在 混为一谈 所以 当你 排除了我的自信之后 会认为我不存在 总之 让自己的心 专注在我无自信上 而不是我不存在上 是我无自信上 即便你有我不存在的感受 但是你要将心 专注在我无自信上 那这个 专注在我无自信的一个智慧呢 转为五股金刚柱 案例在 刚刚心间的月轮上面 这个叫做 一切与其之发心 那这个月轮 还有金刚柱 是我每一天都会去 思维的内容 那现在 在这一个座位上 我已经观想 升起了 这个月轮 还有金刚柱 在我的心间 那因为我坚信 诸法无有自信 除此以外 没有其他的选择 那这个的决定性 这个的定解 让他转为五股金刚柱 安置在我的胸部的 这个月轮上面 我已经这么观想 你们同样的也如是的观想 那上师自己也每一天 思维这个月轮 还有金刚柱 因为上师 醒来之后 马上就会思维菩提心 就会思维空心 那这个对上师 的人生 很有帮助 那我的上师 现在正在为你们讲解 这位上师 他自己的师臣 也都是如是的思维 菩提心和空正见的 也就是我平常 会将自己的一个体悟 会去跟令人母切报告 那我在近期的一个空性的理解 会去跟令人母切做报告 那有一次令人母切 非常的高兴 跟我说 我非常的高兴 你在不久的将来 就可以成为虚空于切实 那时候我非常的喜悦 只要我 努力的去思维空性的话 我应该今世可以精通空性 所以 我这一生花了很长 很多的时间 去思维菩提心和空正见 所以正在为你们讲授的上师 他的师臣 都是同样的 以菩提心和空正见作为修炼的重重之重 因此 三世诸佛都是如此的 修学菩提心和空正见而成佛 或正在成佛 以及将来要成佛的 所以我们 今天 好好地发起这一颗菩提心和空正见 我们稍利有一个知道 神无人 观想上师的心间 限起了第二个金刚处和乐轮 从地质的口道进入到心间的金刚处和乐轮 让我们的金刚处和乐轮变得非常的坚定 也就是菩提心的空振件变得非常的坚定 做此观想 因为我们刚刚透过一些余切之发心的修炼 所以我们每一天都要反复的思维菩提心的空振件 要无有间断的来去思维菩提心的空振件 这是我们要去取笑的承诺 如果能够这么做的话会非常的殊胜 接下来是问达的交流 非常感谢尊者刚刚的慈悲开示 第一个问题是来自 贝洛克比德和贝洛克洛的大学 由丹靖浩提问 我的问题是 如何对他人的恶行来去修行安忍 他人伤害我们的时候 我们更要对他人产生怜悯心 因为正在伤害你的这个人 他跟我一样想要离苦得乐 虽然他想要离苦得乐 可是他却不知道苦因为何 苦因就是愤怒 伤害 加害之心等 那他因为不知道加害之心是痛苦 他因为不知道这个加害之心是苦因 所以今天才会加害我们 所以他因为不知道苦因 所以有理由值得我们去怜悯他 像中国共产党以高腰的手段 伤害我们藏族 但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苦因为何 才做此加害的缘故 所以我们藏族更要怜悯共产党的这种残暴的行为 所以路不上行论说 对我们加害的这个仇敌 它是我们修学安忍的最好善知识 的确是如此 因为对方跟我一样都是想要离苦得乐的 可是对方却不知道苦因为何 乐因为何 不知道苦因反而还积极的去促成苦因 这不是值得我们去怜悯的对象吗 第二个来自达隆沙拉的医学院 我的问题是佛法说 安乐都是来自过去的业 果真如此 为何我们需要为了未来的利益和成果而努力呢 因为一切都是过去的业 因为一切都是过去的业 业决定一切 我们的亲友 我们周遭的环境 投身于哪里 这个确实是由过去的业决定 这个确实是由过去的业决定 可是现在的苦乐 以及将来我们要承受的这个苦乐 我们要承受的业决定一切 所以我什么都不要做 这个太极端了 也是因为业决定一切 所以现在所做的业会决定将来的方向 就像我们 藏族受到很大的一个欺压 所以我们想说 这一切都是业了 什么都不做 那这样的话太极端了 我们并没有这么做 我们还是努力的 想要去解决这些事情 所以有些人说 宿命论有缘故 所以我们什么都不用努力了 这个是太极端了 应该说 这个是懒惰者的借口 宿命论应该是懒惰者的借口 下个问题 接下来是来自拉达克的西藏学校 提问者是Denzin Mundo 我的问题是愤怒的时候 令内心平静的最好的方式是什么 平常就要反复的去想慈爱的内容 在还没有遇到仇敌之前 还没有愤怒之前 就要反复的去生起慈爱 品质的这一种情绪和感受 为了让自己安乐 为了让他人安乐 为了让自他暂时安乐 究竟安乐 也就是为能成就自他里 我要升起菩提心 如果升起具象的菩提心 不用说 即便 并非具象的菩提心 只是单纯的想要为了一切众生 好的这个慈爱心 要升起的话 也会获得安乐 内心是会获得平静的 像我 因为思维慈爱的缘故 我的内心是平静的 所以我很容易 脸上看到我的笑容 如果 我每一天都在生气 我的脾气很不好的话 我的周遭的人都不敢在我身边 所以 如果 自己 随时处于一种愤怒的状态的话 不止自己没有办法安乐 自己周遭的人都无法安乐 所以 为了能成就自他利 我要升起菩提心 要为自己好 也得观修慈爱 也得观修菩提心 为了他人好 也得观修菩提心 为了自己的身体好 也得观修菩提心 因为 观修菩提心的缘故 会让内心获得非常宁静 平静的一个状态 所以 自己的 心气 会获得非常 平衡的 平衡的一种调整 所以 观修爱他心 利益他人之心 对自己的身体的健康和心灵的健康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而且最好的极致进帐 就是观修菩提心 要承办暂时的利益 还有究竟一切变质的利益 都是由这个菩提心的善良之心而去承办的 善心的最大的障碍就是愤怒 所以要反复的去思维 愤怒的过失 要反复的去想慈爱的价值 还有慈爱的好处 只有平日去想 那当我们快要遇到 愤怒的因缘 快要产生愤怒的时候 才会产生一种 警觉的心态 我不应该生气 所以平日反复的去思维 这方面的内容是很重要的 所以 《入行论》的第六评 要反复的去阅读 这里面 很清楚的说到了愤怒的坏处 愤怒的过失为何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自然想要利苦得乐 可是 即便我们想要利苦得乐 可是在愤怒的当下 就没有安乐了 原有的安乐 也会因为愤怒的损失 所以我们要尽量 尽量的 让贪嗔为首的 这些负面的情绪减少 这是我们作为利苦得乐 这是作为 想要利苦得乐的一个责任 所以因为我们想要利苦得乐 所以我们的责任就是 努力的去累积乐因 努力的去减缓 去除苦因 接下来是来自 下当中的西藏学校的 邓金青梅老 顶礼 尊者 我的问题是 一 镜上反射的脸相之比喻 而正德的 缘起周片无地时 跟一般缘起周片无地时 这两者之间 是否会有证悟层次的差异 如果你是依据镜上反射的脸相 之比喻 为例 所证的缘起周片无地时 这个是非常粗分的 那你所谓的一般缘起周片无地时 就是我们现在 对事物的一个看法 那我们对事物的看法是 看到一切的东西 都是一个非常真实 独立自主 或者是具体客观存在的东西 而且看自己的时候 会觉得 我是一个很真实独立 出来 不只是真实独立以外 它是 仿佛是在身心背后 有一个操控者的我 就在这里 一般佛法的教典里面 有说到了 无常苦空无我 所以无我的内容 一开始先从初分的角度 开始解释起 那之后进入到越来越细微的解释 所以才有所谓 皮泊沙中 经部 维世 中观 不同层次的一个解释 那中观师 又可以分 名言上 陈许有自向的中观师 和名言上 否定自向的中观师两者 所以 以初分的比喻 所证得的 初分的无真实 跟 因为 缘起的缘故 一切诸法 皆无有自信 是有差异的 一切的 万物呢 都并非是以自立 形成自己 这一切都在 在民事失色当中 而有仅此而已 所以它的一个存在 只是随着民事 而被失色 因此无有自信 那这个呢 就是细微的无自信 所以这时候 我们就可以 依据刚刚引用的 陆中论的这个济文 来去做思维 因此我们可以知道说 缘起有分不同出息的层次 你要了解到 深奥的缘起见 你必须要读 中观的典籍 陆行论的第九品 虽然也说到了空性的内容 可是最好的是 陆中论 中论 四百论 以及 中东巴大师的著作 像是广论和略论的 皮博生 了一不了一散说藏论 以及 郑迪海 陆中论 散显秘书 还有 了一不了一散说经常 针对四阴城的解释 阴城圣者地面 事物之过患 阴城世俗地为 理智所看忍之过患 阴城无真圣意 他之过患 以及 阴城无自信 为非自控之过患 陆中论和 陆中论自示 里面 也有说到 这个四阴城的过失 那这是我们要去参考的内容 我们看什么东西 都会觉得 事物 它以自己的力量 呈现 它的存在 但是实际上 并非是如此 它的存在 只是在一个 事件的通俗的说法 所谓的名言 就这个意思 或者在一个 事件通俗的一个认定 当中 就是所谓的事的意思 明是事事而有 仅此而已 所以 针对空性的一个内容 首先先 以文的方式 升起文所胜会 在私的方式 升起私所胜会 在私所胜会的时候 会觉得 因为无有自信 的确都是缘起 因为缘起 无有自信 而升起定解 除此以外 没有其他的选择 没有其他的第二条路 那在反复的 以修的方式 来去串席 这个内容 申请修所胜会 所以 断除自信之后 所胜于的 就只有明是事事而有 除此以外 没有其他的了 无论是内法 或者是外法 一切都是明是事事而有 仅此而已 以这样一个明是事事而有 仅此而已的理由 来去破除自信 这个才是细微的 缘起星空 星空缘解的道理 所以要反复的去学习大教典 那自己呢 也要反复的去思考 分析这方面的内容 在这个同时 也要做极致进账 以我个人的经验 因为我思维了多年 长期坚持的缘故 所以我在期待 能够获得灭地 我现在到达这样一个境界 我不是说 有了这个达尔兰巴的头衔 整天 在床上 舒适地待着 而做到这样一个程度 不是的 而是我很努力地 花很长的时间 坚持地去学习大教典 才有办法做到的 接下来是来自 上达尔兰兰的西藏学校 丹兹兰兰的提问 问候准者 今天 我的问题是 大悲心跟菩提心之间的差异为何 如何修行大悲心 和修行菩提心 大悲心跟菩提心的差异是 大悲心是菩提心的因 大悲心的意思是 希望一切众生离苦及苦因 怜悯众生 针对众生的 遭遇的痛苦 和产生的不忍心 那光是不忍的状态 其实声闻和读觉也是有的 可是因为不忍所以我必须要负责任 这种负责任的大悲心 这个是声闻和读觉没有的 那菩萨们 为什么会有这种 不忍的责任感呢 就是因为有之前的 大慈心 爱护以救进众生 是众生比自己更重要的心 所以才会有 我必须要负起责任 来去救护他们 那要怎么救护呢 为他们我要成佛 这个叫菩提心 那这一个菩提心 自然任运的时候 叫做自良道 那之后 有了菩提心之后 再去产生 原空的 批驳圣道的时候 叫做加行道 那之后现正空间的时候 叫做见道 所以从此而获得出地 让自己的道地功德 如是的增上的时候 利益他人的能力 就会越来越加强烈 所以大悲心 就是 我必须要帮助这些众生 令他们离苦及苦因 有这种不忍 或者怜悯之心 而去承担这样一个责任 这个称为大悲心 那要如何承担呢 为了你们 一切众生 我必须要成佛 而追求无上菩提的发心 这个叫做 希求二 相应二希求之发心 希求他力 和希求菩提的 这个发心 这个叫做菩提心 那为了一切众生 我必须要断除 所知障 我必须要断除 我必须要断除 烦恼障 我必须要断除所知障 我才能够一切辨知 这个呢 叫做菩提心 为了你们 一切众生 我必须要断除一切的过失 我必须要断除一切的障碍 我必须要圆满一切的功德 我必须要圆满自己 因此 以一切辨知 作为 终极的目标 为了你们一切众生 能够离苦及苦因 我要尽一切的努力 来去完善自己 获得无上菩提 这个叫做菩提心 所以大悲心 是发起菩提心的 主要的因缘 所以大悲心 一开始会有一个不忍的阶段 这不是真正大悲心 之后有一种责任感 我要去救护你们的这种不忍心 叫大悲心 由此而引发菩提心 接下来是来自 古巴布西藏学校的 Dancing Drama的问题 我的问题是 这一生 即便无法精通空性 但是 如果我修炼菩提心的话 要怎么修炼呢 通常我们有说广大型 和身健行 还有加持行 的不同的传承 以七英国的方式 升起菩提心也不错 但是比起这个 更好的是 路不少行论的 以自他相患的方式 升起菩提心 所以 为了能够修炼菩提心 你 一定要参考 路不少行论 因为这是最好的资源 也就是 第六品的 愤怒的过失 还有 第八品 爱我持的过失 这个要反复的去思维 会对自己 会对自己有巨大的帮助 路行论说 若不以自乐 真实换他 非尽不成佛 生死亦无乐 如果只想自己 不仅不会成佛 在生死轮回当中 也没有办法安乐 如果把焦点摆在他人的身上 为他人而着想的话 不仅会称佛 在生死的时候也能够安乐 所以会能成就自他利 我要升起菩提心 的确是如此 那这只能反复的去思维 这方面的内容 而去产生 对此的坚信 打从心里面的 去接受这个观点 那才会去实践 那让自己在做梦的时候 都能够拥有菩提心的修炼 那如果能够做到的话 临终的时候 才能够 不会离开菩提心的修炼 那这样的话 在中阴身的时候 才能够继续拥有菩提心的修炼 那后世才会再拥有 菩提心的修炼 才能够做到菩提心庙宝 卫生者当身 以身物退师 辗转易增长 所以 你们一定要参考 路普少行论 这是最好的 经论 去学习菩提心 如果以亲因果的话 首先 要想 一切众生都是我的母亲 知母念人 那你还要先成立 前世 后世 还有这种轮转的存在 是 是无误的 所以就会 牵扯到很多复杂的问题 可是 我们就以 当今现在正在发生的情况 自他相患 的确是我们青年所见的 无论是个人的利益 家庭的利益 或者社区的利益 甚至一个国家的利益 所有大大小小的 问题 还有利益 都是来自于 把焦点摆在自己的 爱我之 所产生的过失 和焦点摆在他人 亦由爱他心所产生的利益 所导致的 所以 若不已 自乐 真实患他苦 非请不成佛 生死亦无乐 故应除皮验 遇教绝心居 从乐屈胜乐 智者宁退绝 因为这个菩提心 需要智慧 助办的缘故 所以虽然 路行论的地球瓶 有讲智慧的部分 可是这个很 很艰难 所以你们这时候 就可以参考中论 路中论 路中论自私 请人来去讲解 路中论 或者是对 他人交流 或者讨论路中论的内容 那你们有空的话 应该对此论 多做讨论的话 会有帮助的 这些内容呢 光是听了一次 是不够的 是要反复的去听 才会建立 文所身会 那我有透过自己 反复的分析和印证 才会产生 思所身会 那我有自己 反复的去 熏陶 串习 这方面的内容 才会产生 修所身会 最后一个问题 我的问题是 如何预防 抑郁症 那如果这个人正经历抑郁症的话 我们该如何帮助他治疗他的抑郁症 菩提心还有爱他心的修炼 都会帮助预防甚至于治疗抑郁症 而且反复的思维空振件的话 也会有帮助的 因为对空性的一个认知 所以我们就能够看开 就不会执着 就能够往更多的一个 多方圆的一个角度去思维 为什么会有抑郁症呢 就是因为把焦点摆在自己的身上 所以而产生了抑郁 的这一个疾病 所以你不应该把焦点摆在一个 小小的我的身上 你应该把焦点摆在一切有情众生 将这个焦点把它放大 思维的焦点放大 那这样的话呢 内心心胸才能开阔 心胸之所以无法开阔 就是因为把焦点摆在自己的身上 所以才会有抑郁症 所以预防抑郁症和治疗抑郁症的最好的方式 就是打开心胸 以多元化的角度去做思维 自他相患的法门 绝对会帮助抑郁症 减缓抑郁症 最后的结醒 是由 Geshi Tudem 来去发表感谢词 我代表这一次的筹办单位 感谢尊者在撒嘎月的期间 花两天的时间 为我等慈悲的传授 正道歌 非常感谢 让我等 获得不可思议的利益 所以我代表筹办单位 感谢尊者 那今天 大家都能够获利的 主要的原因是尊者 还有尊者您办公室的秘书长 等 努力的促成这一次的交流 而且 在这个同时 我们有14国的翻译 我们也感谢 这14国的口译 那借此机会 我也感谢 在场的同事 还有教授 老师 学生 最后愿这个功德 回向给尊者 希望尊者的 佛法事业 能够如日中天 超久注释 感谢尊者 所以 卢同工 所说的 教授学习 教证法 和修持正证法 以这两者 讲说 还有行持 这两者 来去延续 佛法的一个法脉 这一点很重要 所以光是信仰 是远远不够的 因为佛法 是非常博道精神 我们必须要通过学习 才有办法 去了解佛法的法义 那佛法的法义 是唯一能够让 佛法的法脉 延续的主因 所以 讲说 跟行持 这两者的结合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在此 不分 出家 在家 所有的男女众 我们都要一致的目标 知道 光是信仰是不够的 为了佛法 能够继续的延续下去 我们一定要 好好的努力修持 不只是自己学习的同时 更要将所学的内容 运用在生活当中 这个叫做行持 这个叫实践 所以 为此 你们 应该要多做 座谈会或交流会 或者是私下的讨论 来去讨论 路菩萨行论 讨论路中论 的这些内容 那讨论的对象 有时候可以请 僧人 善大师的这些 格歇拉僧人 有时候你们可以 自己内部做讨论 所以不只是 自己学习 也可以跟 自己 志同道合的一些 朋友们 相互交流 那 现在也可以通过 视讯来去进行交流 讨论 总之 我们要一致的提升 对佛法典籍的一个知识 那这个知识的提升 不应该只是局限在 少数的人当中 应该让整体 对藏族 来去提升 佛法的知识 这是我们 要设定的一致目标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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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